研究显示 叛读是一个能够提升小朋友的阅读能力 和阅读兴趣的有效方法 家长和子女进行叛读 对于促进亲子关系也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我们应该选些什么书 和小朋友进行叛读呢? 家长可以和小朋友一起选他有兴趣读的书 如果想试下书本程度是否合适 可以打开其中一页 让小朋友试读一小段 如果他可以自己读到八成 那这本书大致上就适合了 不太难,也有少少挑战 开始半读之前 可以先和小朋友讨论一下图书封面 根据图画或者书名 猜下故事的内容 引起他的动机 不如我们先猜猜那本书是说什么的 你看看封面和图画 看能不能帮到你 一个姑娘有一条很长的边 那你猜那条边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如我们一起阅读这本书,好吗? 好啊! 接着介绍子、读、拍的阅读方法 你可以和小朋友说 我们会一起读这本书 一边指,一边读这些字 如果你想自己读,就拍一拍桌面给我知道了 爸爸和你一开始的时候会一起读的 读到这样一刻你有信心了 你就给个提示我 比如是拍一拍桌面 告诉我,你可以自己读 那你自己读的时候 如果遇到有字你是不识的话 你可以自己猜一下想一下 如果都是不识,放心 爸爸会提你和你一起解决的,好吗? 好! 开始半读之后 当小朋友遇到不识的字 就可以应用3P半读技巧了 第一个P是pause 停一停 小朋友不识读的时候 让他思考一下 第二个P是prompt 提示 等待5秒之后 给他一些提示猜一下读音 例如透过上文下理 插图 刺耳的部首和升堂等等 如果小朋友读得不对 就读回正确的读音给他听 而再次开始读的时候 家长需要和小朋友一起读 直接小朋友再拍一拍桌面 就可以让他尝试自己读了 最后一个P是praise 赞他 在过程当中 可以多点赞赏小朋友 提升他的信心 这两个字是什么部首的? 草花头 草花头的字通常跟什么有关呢? 植物 不如我们现在试试不要管上面的草花头 只是看下面的部分 你猜不猜到我字怎么读? 不是 蝸具 是呀 蝸具 就叫我们继续读读 完成阅读之后 家长可以用一至两分钟 和小朋友进行讨论 例如可以讨论一下 喜爱的角色 深刻的情节 又或者新学习的词语等等 爸爸想问 如果你是蝸具 你会不会继续住在座塔里面? 不会 我会逃走 走去哪里? 走去爸爸妈妈那里 最后就是填写半读纪录了 你可以和小朋友做个简单的纪录 记得日期和已经阅读的业数 并且给予回归 例如可以赞下小朋友 和鼓励他 又或者提醒他可以改善的地方 哇 相信你读得很好 我觉得你比上次读得更加好 你又有胆试 又懂得多字 又读得够大声 爸爸就要给你一个叻叻手指红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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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